美国西部时间8月2日 由罗省中华总商会主席庄培原主持的 洛县警长与亚裔社区代表和侨团社团负责人 针对治安及反社区罪案主谈会 在洛杉矶县警局总部举行 洛杉矶县警局局长亚历克斯·维拉纽瓦 副局长村上前联邦检察院副院长霍赫曼 洛杉矶县检察院严重罪案及重案组 检控官麦金尼 洛杉矶长滩市助理首席检控官 杰森·拉斯蒂哥 县警局各分局警长等出席了座谈会 我们洛杉矶县社区赛会员都是表达 我们支持警察 知情 从严执法 law and order 保证我们社区的安全 我蛮高兴的 警察局局长听了我们的声音 南加州当地的侨团社团代表 中领馆的代表 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市长代表 以及律师界代表等也出席了座谈会 自疫情爆发以来 针对亚太裔的仇恨犯罪上升了76% 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安全和生活 如何提升社区安全和改善治安环境 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维拉牛瓦与社区代表 分享了他近期的主要措施 并承诺会为保护亚裔社区的安全 做出努力 谴责任何针对亚太裔社区的犯罪 采取行动 追究责任 从根本上 抑制犯罪 尤其是仇恨亚裔的违法行为 他将从当地社区招聘人才加入警局 提倡包容性与多元化 更多的能以国语和粤语和社区沟通的警员 来为民众服务 座谈会上 社区代表也提出了对社区安全的建议 表示会积极地协助和配合警局的工作 我们华人社区往往往华 后知后觉 其实在我们华人社区 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社区的议题 但是往往不知道 我们选出来这些民选官员 包括很多华人的民选官员 拿了我们华人的钞票选票 但是在政策方面 往往是违背 甚至出卖我们华人社区的名义的 今天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局长亲自拿出数据 Tilda Solis并没有支持 提供警察足够的经费 来预复我们社区安全 所以我觉得华人社区应该觉醒起来 应该像Tilda Solis 或者是这些代表我们社区的民选官员 要求他们恢复警察的经费 要求我们增加警察的力量 来保护我们社区的安全 维拉牛网与各分局警长都表示 将积极采纳各界代表的意见 加强执法力度 投放更多的公共安全资源 提升应急反应速度 保护社区打击犯罪 希望这次座谈会后 社区安全会有极大的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